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有一個哥哥 那個壓力有多大你知道嗎 他這一生參加的比賽 考過的是沒有過第二名 全部第一名 他太厲害了 他什麼畫畫什麼除了體育不行 外其他都很厲害 然後我就在裝了一個 很難受的一個系統底下 就進入到學校區 你追不上了 我大概16歲左右就離家 爸爸說 你要外面表演唱唱歌 那你就不要回來了 我真的沒有回來 人生其實在潛移默化當中 都是一種準備 那在不斷的生活當中 不要去積累 我以前跑校園演唱 可能應該地球上跑最多了吧 不會再有第二個人 跑過2000場校園演唱 怎麼可能 我一個這麼沉默 然後小時候甚至 甚至於覺得孤獨的一個人 然後最後變成是一個諧星 可以逗這麼多人歡笑 有一個前輩講過一句話 會不會主持 那就看你肚子夠不夠餓 肚子夠餓什麼都要會啊 我從校園裡面拿到的這個笑話 校長在台上講了一個話 那個這一次我們學校又找 吳宗憲來主持 你主持那些太黃的 校長不敢聽啊 但是你主持那些不黃的 校長不要聽啊 你自己斟酌 很好笑啊 主持有九條線 你要開一個頭 你要承接這個頭 你要做一個小Ending 你要注意你的Partner 你要注意現場的觀眾 你要注意電視底的觀眾 你要注意法令鎮定 這個哏那麼開 你要注意 你是不是要重複這一個哏 Bubble Play 第九條天馬行空線 這一條 只有這一條是天注定 另外八條學習得來 九九八十一 又變成八十一條線 八十一在平方 你不用想了 沒有人可以追上你的頭 因為沒有人能有讀心術 沒有人知道你接著要做什麼 以前是入行非常困難 萬中選其一 但是一旦入行 沒有那種叫做不紅的 入行通通是明星 現在入行非常容易 但要走紅非常困難 你的面向越多 你就更多的機會 可以被大家看到 最辛苦的地方 就是會被誤解 但是後來我講的那句名言 也就常被拿出來講 進了廚房就不要怕油煙 前陣子剛好就也被人家 網紅幹狗嘛 其實我沒有那個意思啊 千通萬圈沒有啊 那人在日本 出外景玩很大 心裡面其實是難過的 可愛的日本空姐竟然認得我 幫我畫了一個杯子 上面他們機組員 每一個人然後旁邊 然後Jeky Wu 然後畫了一個我在那裡這樣 用一個烏龍茶的紙杯 畫完之後拿那個紙杯給我 喝完烏龍茶看到那個 太感動了 那一杯烏龍茶是要錢的 是他請我喝的 只要有一個賬我就夠了 一個 一個就夠了 我自己都曾經為那個 小摩自殺去寫了一篇FB啊 那篇FB 我用60秒時間寫好 那篇FB 一個紅綠燈停下來 因為事情太大嘛 自殺 自殺還入圍金鐘獎有沒有 她是個小女孩 她能做什麼壞事 她幹嘛呢 網路霸凌啊 霸凌完了之後幫自殺身亡 太悲傷了 我寫的那篇文章 二八理論 人世間本來不可能 就不可能 百分之百的人都喜歡你 百分之八十的人喜歡你 那不就夠了 然後面對攻擊那個難過 唯一可以撫慰的 就是那一個紙杯 上面那個 防手燙的那個 畫在那上 太感動了 Good enough Good enough 再多的責難 我們都覺得可以過去 全世界最偉大的工作 就是諧星嘛 只有諧星能救地球 外星人回到地球上空的 六萬公里的地方的時候 唯一會召喚起來 有一個光束下來 會召喚走的就是諧星 地球倒數 我們要回亞利安星球 諧星站出來 我們都幾歲 還是在那裡二十四孝 老來子 才一魚親耶 我們也是啊 你知道一年當諧星賺那麼多幹嘛 我說諧星餓死的也很多 加油 諧星救地球 嘿嘿 厲害了 紅藜果膠 Kinoi Pectin 有沒有看到 這個全世界最厲害的紅藜 反正就是很棒就對了 沒事 啊 有需要的再問我 介紹給大家 Love it